俄罗斯诸日本大使加鲁金在接受日媒采访时称 鉴于日本发动不当制裁 持续采取不友好的行动 试图给俄罗斯造成损失 俄日进行和平条约谈判是不可能的 您对此有事如何看 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应该正话反听 大家知道 过去这些年以来 尤其是在安倍执政的时候 为了吸引日本对西伯利亚的投资 尤其是为了突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普京一直在以俄日签订和平条约谈判 以及以南千岛群岛 及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关署问题谈判 在引诱并调着安倍政府 而安倍政府也一度因此而芳心乱跳 甚至是乱了方寸 因此不排除俄罗斯驻日本大使 在此时放出这样的话来 是在变相暗示日本政府 假如日方不要跟在美欧后面 一步一趋 逐步放松对俄罗斯的严厉经济与金融制裁 那北方四岛主权问题 以及俄日和平条约 还是有得谈的 也就是说 俄罗斯又在以北方四岛 以及俄日和平条约 引诱日本上钩 不过同时认为 在当前的截户眼下 岸田政府上钩 跟俄罗斯重启谈判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小 几乎是不可能的 首先是因为 在美欧卯足了劲 准备以经济制裁 与金融封锁的方式 拖垮俄罗斯的关键节点上 岸田政府绝对不敢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否则日本与美欧的关系 就没法完了 那么其次 在北方四岛 与俄日和平条约谈判上 过去安倍政府 已经上过好几次当 吃过好几次亏 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想要通过谈判的方式 让俄罗斯吐出北方四岛 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安倍下台之后 俄日相关谈判 已经全面停止的重要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